那以目前现在情况来看的话 美联储基本上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就是停止加息 这样不只是可以救银行 也可以让QT持续 但是通胀可能会维持不变 甚至回调 至少一两年内 我们可能还会持续在一个高通胀的环境下 那第二个选项呢就是继续加息 让经济烂掉 该倒闭的倒闭 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 我觉得我们已经在加息的尾声了 Hello大家好我是Terry 最近都发生什么事情呢 在世界的另外一边 乌克兰跟俄罗斯战争还在继续 都已经过了快一年多了 完全没有要停火的意思 而且最近普丁说要把核弹部署在 白俄罗斯的领土上面 白俄罗斯其实就像俄罗斯的小弟弟 基本上大哥说什么他们就要干 因为像美国跟加拿大那种关系 我觉得短期来看 战争应该是不会结束 那回到美国这边呢 2023年已经有三家的银行倒闭了 SVB跟Signature Bank 发生严重的银行挤兑事件 那两家都是非常大的银行 如果你还不知道为什么SVB倒闭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去看一下我上一集的影片 另外有一家叫做Silvergate的银行 在月初的时候也宣布倒闭了 主要是因为FT破产的事件 那由于这些银行倒闭 美联储为了帮助更多的银行 希望他们不要像SVB跟Signature 一样 因为挤兑而倒闭 所以又借了一堆钱给银行 把流动性给打开 从3月8号到3月22号 短短两周的时间 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加了将近400 billion 4千亿美金的资产 那这边我们来稍微科普一下 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是什么 当美联储需要刺激经济的时候 他们会然后用这些钱来买债券或是借钱给银行 那当银行有更多的钱之后 他们就可以借钱给更多的人 这样子一来就可以刺激经济活动 那相反的 当经济活动过热的时候 美联储就可以通过紧缩 卖出这些债券或是等他们到期 这样就可以降低钱在市场上面的供应 用来降低经济活动 那我们从这张图就可以看到 疫情期间呢 他们的资产负债表 最高曾经到达将近9 trillion 就是9兆美金 主要是因为量化宽松 叫做QE 把钱变出来之后 疯狂的打兴奋机 把资本打进经济体系 来刺激经济 让银行放宽贷款 让资本变得更便宜 让更多人开始投资 那从去年4月份开始 美联储急转弯 开始QT 叫做量化紧缩 可以看到资产负债表 慢慢的开始减少 那目的是希望通过QT跟加息 来控制通货膨胀 那QT大概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吧 加上加息的结果 我们看到通胀有明显的减缓 从本来最高的9.1% 到今天降到只剩下6% 那透过这段时间一年的努力 他们缩减了大概626B的资产 结果短短两周的时间 因为SVB跟Signature Bank倒闭 加上为了避免其他银行 也发生同样挤兑的事件 美联储又打了400B进去 仅仅两周的时间 等于说之前一年的努力 有超过一半以上 在两周内基本上都白费了 那以目前现在情况来看的话 美联储基本上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就是停止加息 这样不只是可以救银行 也可以让QT持续 但是通胀可能会维持不变 甚至回调 至少一两年内 我们可能还会持续在一个高通胀的环境下 那第二个选项呢 就是继续加息 让经济烂掉 该倒闭的倒闭 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 我觉得我们已经在加息的尾声了 尽管美联储说 他们会不洗一切成本来控制过热的经济 但是根据这张图 FOMC的最新利率预测 我们现在在4.75 那接下来的2023年到2024年呢 会是一个下行的一个走势 也就是说利率在接下来几个月到年底 预测是往下走的 而且你要知道 银行倒闭这种事情 是可能会造成恐慌的 而且连锁反应可能在一两天的时间内 就可以快速的扩散 尤其是银行挤兑这种事情 从事情发生到倒闭 也就几天的时间而已 但是过热的通胀呢 通常影响的是中期跟长期 而且造成影响的速度会相对来讲比较慢 我们通常不会在一天的时间内 就把通胀指数弄高 鸡蛋的价钱也不会一天内就翻了一倍 通常通胀是累积几个月后才会慢慢造成严重的后果 所以我觉得美联储目前出来拯救银行 稳定人心的可能性更大 等一切都稳定之后呢 再来慢慢处理通胀也是比较合理的 所以短期来看的话 或许美股会有一波小牛市 因为钱从美联储里面打进来 最终会流通到股票这种高风险的投资 但是长期来看的话就很难讲 你可能会说 既然我都觉得加息已经差不多到了尾声 是不是代表说市场也差不多已经触底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数据了 根据历史平均S&P500也就是美国的股市指数 触底的时间点是在美联储加息政策转向的第14个月之后 也就是说美联储加息政策改变之后 大概需要一年的时间 美股会继续往下跌之后才会触底 那我们今天还是正处在一个加息的环境 而且包包说他今年还没有看到任何减息的可能 如果按照历史来看的话 我们可能离股市最低点还有一年以上的时间 那当然这只是历史啊 谁也不知道之后未来几个月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从来不会去time the market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所有事情都变化太快了 我的建议是不要太急着去抄底 如果你想要长期投资的话 你可以一部分一部分的进场 也就是我建议一直常讲的dollar cost averaging 这也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情 如果你有追踪我的IG的话 应该就会看到我买入的时候都有发限动 当然假如你想要做短线交易的话 我觉得短期的话美股会有一波小牛市 最主要还是因为美联储这几天印钞票的结果 那假如你觉得现在股市的风险太高的话 有一个算是比较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你可以考虑 就是债券 虽然债券普遍来说是低风险 但是有些像公司发行的债券 或是一些不动产抵押贷款的债券 还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 所以说目前风险最低的债券就是美国的国债 除非今天美国倒闭了 要不然全部的本金都可以在债券到息的时候拿回来 我之前影片里面有提到 债券的价格会随着美联储的利率而波动 那因为我们现在正在一个加息的环境 债券已经跌了非常多 如果说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加息的尾声 代表说债券的价格有很大的上涨的空间 而且另外一个现在投资债券的优势就是 就算你今天预测错误 之后加息继续的话 如果你可以把债券拿到到期日 你还是一样可以把全部的本金都拿回来 也不会亏钱 现在美国一年期的国债有4.4%的回报 基本上就是这一年的时间 如果你都不会用到这笔钱的话 确实是一个很安全的投资 那如果你不想买真正的债券 或是你可能在海外 如果买美国债券不方便的话 你也可以买美国债券的ETF 像是GOVT 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 长期债券会比短期债券的波动跟风险都还要来得高 如果你想要买ETF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营头证券 是我唯一有长期合作的一家美国券商 那比特币的价钱呢 从去年最低点16000 涨到现在大概有28000 虽然过去几天因为美联储又开始放水印美金 把加密货币整个网上拉了一波 其实有一些加密货币 尤其是比特币一直以来都是被当成可以抗通胀的一个投资 首先因为它有稀缺性 没有任何人可以无中生有再创造更多的比特币 另外这几天下来 我觉得比特币的涨幅 更多是因为大家对法币 尤其是美金的失望 我们现在正在一个高通胀的环境 而且美联储并没有一个有效降低通胀的方式 只有不断的加息 但是在此我们努力也只是把之前通胀9降到6 6%的通胀还是非常的高 我手上这张100块钱美金 过了一年之后呢 就会变成只剩下94块钱的价值 而且就像我影片前面讲的 现在看起来如果继续加息的话 只会造成更多银行破产 那银行破产的话 美联储只能继续印钞票来救这些银行 基本上就是一个没有救的死循环 所以慢慢越来越多人意识到 抗通胀不能依靠美联储 只能靠自己 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天黄金涨到2000 比特币涨到28000 但是我觉得这个年代买黄金还不如买比特币 黄金不止流通性差 管理费又高 手续费也非常的高 你知道过去几十年 之所以美国可以一直印钞票 撑过每一个金融危机来救银行 救快倒闭的企业 最主要是因为全世界有60%的国际贸易 都是以美金来计价 所以说大部分的国家的中央银行 都要有大量的美金储备 造成美元的需求一直来都是非常高的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可以一直印钞票 而有些国家像是委内瑞拉做一样的事情 就变成这张照片这样 他们的货币疯狂贬值 丢在街上都没有人要捡 但是这个世界以后会不会还是以美元为主 最近俄罗斯宣布他们跟中国的贸易 会以人民币为主要的结算货币 而且俄罗斯同样会用人民币来结算 他们跟亚洲非洲还有拉第美洲的一些贸易 同样阿拉伯也在考虑 开始把卖给中国的石油用人民币来结算 虽然现在美金还是最主要的交易货币 也是世界央行最主要的外汇储备 但是之后可能不爽美国的国家越来越多 那美金如果需求变得没有像现在这样的话 自然也会加快美金贬值的速度 也会在美国造成一波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 以后美联储也不能像现在这样 随便说印钞票就印钞票 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公司跟国家为了避险 把现金储备转移到比特币 或是其他通缩的加密货币上面 我大概一个月前做了一集影片 讲为什么我觉得现在买比特币是最好的时机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另外美国这边的大型机构 Fidelity最近也宣布 让他们的客户可以开始交易比特币跟以太币 这些都是信号显示出机构开始慢慢的接受跟加入加密货币 来分散投资人的风险 因为市场现在有明显的需求 需要信誉好的机构来保证资产的安全 才可以让越来越多的投资人愿意进来 一个全新的科技或是技术在成为主流之前 都需要经历过很多的挑战 早期一定会有很多的骗局像是FTX这些平台 只有等到这些淤泥被清干净之后才会慢慢变成主流 这也是为什么我很早就开始投资加密货币 但是因为现在的风险还是非常的高 所以我大概只有5%的资产配置是在加密货币上面 当然你也不一定要跟我一样 怎么去分配资产呢 完全取决于你自己对风险能承受的程度 每个人都应该要有一个适合自己投资的策略 如果你不知道FTX倒闭的原因 之前影片的连结我会放在底下资讯栏可以去看一下 大致上来说就是他们把客户存在里面的钱跟资产都拿去投资 由于亏损严重导致没有足够的资产储备可以提供客户取款 然后就发生像是SVB银行挤兑那样的事件 最后只能破产来收藏 其实你想想FTX跟SVB的事件其实是很类似的 区别就在于有没有犯法跟事情的严重程度 还有最后有没有人出来买单 所以说POR资产证明现在对一个交易所的信誉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那今天这集大概就到这边了